台東責任分區 他是由空軍737連隊負責 即88風災造成全國各地區嚴重災情 以及全球自昂災害頻傳 為加強縣府對天然災害的應變能力 提供民眾防災的觀念 萬安36號災害防救演習 25號上午在成功鎮新港國中 進行了兵棋推演 統裁部參謀總長岩上將 和中央各部會平和官 縣長黃建廷都參與了這次的擴大推演 這個準備工作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非常期待透過這次的演練 不管從災害的發生初期的應變 到整個災害的處理 安置收容等等的一系列的工作 都能夠透過演練讓我們找到問題 然後讓我們做更好的 對針對未來做出更好的準備 兵棋推演的會場 副縣長針對災害的來臨所遇到的狀況提出問題 由縣府及軍方和救災單位說明處理方式 因為地震造成多處建築物的受損 並引發多處民宅的火警 目前有大批的災民急需救援 醫護團隊包括私家的責任醫院以及國軍支援能力 經由海陸或空中直升機進入成功證據內 協同當地衛生所執行醫療救護的事業 縣長也在兵棋推演中臨時提出災害的狀況 了解各單位應變的能力 送來的東西還不見得是我們災民所需要的 那這樣的狀況我想在莫拉克的時候 已經發生過一次 請教社會處怎麼樣來應應這個情境 那在此要請本府的公共事務科發布新聞 預請民眾捐贈物資以藥品 嬰幼兒奶粉發電機帳篷危險 行政月災防辦公室史主任 統財部參謀總長 嚴上將針對這次的推演提出平和說明 如何很快的告訴縣長副縣長 當他下的第一個決定是做什麼 我到七部很多經事常常跟他講 兩個問題你要考量 第一個想辦法恢復通訊 沒有通訊什麼都沒有 所以剛剛管局長講得非常好 先做恢復通訊 恢復通訊怎麼辦 以我們台東做的制止只有用空運 防災重於救災 離災優於防災的理念 以做好多一分準備 多一分警戒 就能多一分安全 多一分保障的思維 然後秉持地方負責中央資源的精神 來精進 宣服各級應變事變 以及指揮統合能力 多一份準備才能少一份災害 希望透過這次的兵器推演 能提高救災單位的應變處置能力 保障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 東南新聞陳靜雄陳公正報導